歡迎收看今天的仇恨編言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依舊為大家邀請到 是華裔民主黨協進會的 這個主席招俠招主席 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那我們今天聊的 就重換另外一個話題 另外一個方向來跟大家談談 我們講的都是大選年 那這個大選年期間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的這個社交媒體 都有報導不同的新聞 包括現在加上AI的問題 其實很多的假的新聞 我們真的包括我們專業媒體人 有時候要去區別 它的真假新聞也是有個難度的 你對這個現代社交媒體的報導 這些大選的新聞相關新聞 你怎麼看 現在這個發展得這麼快的 AI的時代 就導致了真是百花齊放 百家真名的這個情報 真的太多了 公有公說有理 婆有婆說有理 所以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講 都是有很大的一個難度去分辨 尤其是各種的媒體 從微信已經算是小疑科 但如果你有機會來到 Twitter、Exer 或者是Facebook上面看的時候 哇 各種的這種 Conspiracy Theory 陰謀論都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們要有更強的一個分辨程度 以其去不斷依靠AI 或者網上的一些消息 所以你要依靠一些你信任的人 或者信任的團體 去進行一些指引 這樣才會在這些這麼黑暗 和這麼複雜的這個情景之下 找到真相 所以我就覺得傳統的媒體 還是有很大的優勢 好像Skylink 你們是真的兩方面去研究 做了很多Leg Work 和功課 去找出那個這邊的原因 那邊的原因 然後互相評比 給一個機會 大家去進行一個仲創 所以你說如果 從觀眾的角度來說的話 是選民的角度來說 他們收到這麼多的訊息 訊息量很大 你覺得你有什麼建議說 他們可以去相信一些新聞 很多媒體上面 就是自媒體上面看的東西 就真的聽一下 信一半 信幾成就好了 真正的要自己去做功課 去找傳統的媒體 究竟傳統媒體怎樣說 報紙、新聞、電台 因為電台和新聞 是有很多人力、物力 去做很多的研究 究竟每一樣東西 Fact check 究竟是不是真的 而不是說 有些完全是零成本的自媒體 就喜歡怎樣寫就怎樣寫 還有一些事情 就是大家要看著 候選人 候選人永遠都是 自己的地位排第一 自己的利益 他們會花不同的時間和精力 去攻擊其他候選人 所以當你看到他們攻擊的時候 這些事情真的要慢慢看 因為很多時候 他們說的話是很誇張很誇大 說到那個人簡直可以坐牢 他的對手可以坐牢 為什麼一個對手還可以在這裡競選 其實他們說的話可能是很誇大 將一些很小的問題 例如說 哪邊都分析幾邊都分析的 那一種才是比較高的可信值 多分析一些 你看提到這個攻擊中 我想到又回到一個 我們就是在講歧視暴力的問題 其實我們知道在過去四年當中 有很多歧視亞裔、歧視華裔還有暴力行為 可是這個時代在變 時間也在變 也在演進 當然有很多的過程 現在你覺得在社區當中 這種歧視暴力已經演變成什麼一些 有沒有一些新的花招好了 用花招來做一些這樣的歧視暴力 是的 現在那個歧視和仇恨是越來越低調 和越來越忍悔了 很多時候你根本都看不出它其實是 包著唐衣彈的一個炮彈來的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看清楚 你真的 哇這件事聽起來很真實 但是實際上裡面的目的和動機 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大家要戴著眼鏡去看人和認識人 尤其很多新的人 剛剛沒有出社區一年半載 然後他可以說很多話 讚很多話說自己多厲害多厲害 但是實際上他有沒有track record 究竟他之前做過些什麼 你對他有多了解 你可不可以憑他一面之詞去相信他呢 這個時候就要去多聽兼聽 去聽不同的聲音 既然他對講這個人那麼差 就好像Chino Young和Ames Brown之間的那個區別 到最後原來是溝通的問題 現在的媒體 當你每個人都可以花錢去買媒體 去講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很可能就會造成一個巨大的偏聽 所以你一定要花時間去講一下 去找一下另外一邊的講法 要兼聽側命 嗯 是是 因為其實我們推廣了很多 發展的也很多 教育的也很多 那可能有一點點這樣一個成效 那你覺得民眾 亞裔華裔碰到被歧視 現在的有沒有勇敢走出來 這個過程有沒有進步很多呢 你覺得 真的進步了很多 在過往這四年 雖然說人蛇區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很多仇恨 軟仇恨也好 硬仇恨也好 但是這個過程中 其實就是培養了新的接班人 很多新的社區領袖就沒有出來 那我這些屬於老牌 已經是很久的 補位補位補位 但是我看到新人出來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們能夠做到一些新的層面 我們是做不到的 那我們互相要去補位 現在亞裔仇恨 無論是軟仇恨還是硬仇恨 都已經慢慢淡薄起來了 但是這個你要知道 是我們大家很多人 包括每一個你的觀眾去做的事 每一個人 當你受到仇恨的時候 你一定要去報案 受到案件被人打 被人攻擊 或者被人騷擾 騷擾的時候 一定要去報案 如果不是有那麼多人 不斷地去報案 我家裡有無家可歸者 我家前面有人在濫讀 有人打我 有人在巴士說我 爆出來寫去媒體 如果你不想寫去媒體 就算去報案 都會在他的跨板上反映出來 就會使得現在每一個市長的候選人 都往這個方向去做 以前說我們要撤資警察的候選人 現在都說我們要加強治安管理 要給足教的警員 去Fund the police 是不是 所以你們的言語 和我們社區領袖的聲音 是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就算是情況慢慢改變 不知道是否因為大選年的情況 每個人都向這個方向去加進 不代表我們的亞裔反仇恨的這些領袖 或者是組織是失去作用 而是更加為我們下一步 去做一個鋪墊的情況 使得我們能夠去到更高的台階 在往往一年半左右 如果沒有更多仇視的罪案出現的話 是給我們機會養精出去 使得我們這些領袖 能夠在這個過程中 學到更多的知識 去養到更多的糧草出來 就是為下一次有新的問題 新的情況出來的時候 有更好的力量和更好的知識 去組織大家去打擊一個新的挑戰 但是同時我們都希望 所有觀眾 你們都不可以放手 每次遇到什麼情況 一定要反映 不要擔心說 我去媒體裡說 或者我去報案 會導致我有什麼人身問題 你不去說的話 就會有更多的問題 而沒有辦法去解決 所以繼續勇敢去做 你們現在做的事 去回報 去投訴 去報案 可是你如果說 從不同的單位 像你剛才講 你們的單位或其他的單位 在未來 是不是比方說 要怎麼樣改變教育的方式 教育民眾 還是說比方說 像我知道H&R Strong 他們教大家自我防衛術 這個是針對未來可以這樣做的 那你覺得未來還有哪些方向 我們社區可以共同在努力的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是時勢做英雄的 如果沒有這四年的磨鍊 Asians are strong Asian justice movement 和華裔民主黨 根本沒有這個高度和平台 去帶領大家去做一些事情 也都在這個過程中 證明了這些組織的可信性 我們希望這些組織以後 要不斷地深入我們草根階層 去教大家怎樣去報案 怎樣自圍 無論是軟的方式 和硬的方式 我們實行學功夫 自圍術 到軟的方式 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怎樣去處理 譬如說亞裔選民協會 經常是組織這些民間的講座 無論是選舉 到怎樣去發聲 怎樣去投訴 這些他們都有講的 大家千萬記住要去做選舉 你做選民 用你的筆去改正 去表達對一些提案 這個是對社會的整個走向 是有巨大的作用的 因為你選出來的民選官員 他一旦當作 立刻就是做管理的人 如果你選出的提案 如果過了的話 立刻變成法律 所以你的生活 可能明年一月一日徹底改變 是 所以我們討論 從民眾的角度 從社區的角度 最後來問問說 如果說從政府的角度的話 你覺得政府未來 可以幫我們做哪些事情 政府真是要不斷這樣去 打住這個社區的命脈 究竟我們的民眾 是怎樣表達他的意思 還是他們沒有表達 不等於他們沒有意見 不等於對你是滿足的 滿意的 是因為他可能不夠膽表達 或者沒有這個渠道表達 我們不希望政府等待 下一次 Anti Asian hate 這個亞裔的仇視暴力 事件不斷地發生 才說 我現在進行危機處理 去怎樣幫助這個社區 是不是 他們現在應該就是 去把握我們的脈 知道我們的需要是甚麼 這樣才是正式的 一個關切到民生 懂得我們民生民意的 一個好的領導 和好的政府官員 非常謝謝你 跟我們討論這麼多的話題 我相信觀眾朋友的收穫 一定是非常非常多 非常精彩 非常謝謝你 多謝 謝謝 多美好長 也非常謝謝 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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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